5月5日女神林芝林大丸制服诱惑 身着白色超短裙戴着护士帽 化身甜美小护士为健康公寓做代言 向来少开惊赏的芝林姐姐也特意为活动现身 虽然只是大合唱依然俘获了不少人的心 谁看出我的脆弱 我来自个高我情为何处 谁在下一刻无法脱落 虽然芝林姐姐很含蓄地收起了声音 但细心的朋友还是多少能听到一些的 也难怪带着胡旦勇唱电影圈的她 从未她足过歌唱界 不过近来却传出贵州卫视 已过百万亿级的酬劳 聘请林芝林担任唱歌比赛评委 虽然酬劳可谓是天价 近来跨界当评审的艺人也不在少数 但芝林姐姐显然对自己的唱功无信心 毅然拒绝 因为必须诚实地讲 其实我不是像说歌唱的专业人士 其实都还没有任何的肯定 我其实自己现在暂时没有考虑 虽然仍是天使面孔魔鬼身材 但不可否认的是 芝林姐姐年纪确实不小了 今次与父母一起参加活动 让人又忍不住问起她的感情事 以前有给过 没想到她远远的超过我预期 大概是十年前就觉得说 所以好像很多会赶不上这种变化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